凡为人子之理 东温而下清 昏定而成省 再丑亦不争 那么这边下面就讲说 这个为人子的一些道理 东温而下清 清就是清凉的意思 那么这指的是说 安定他的床席 他的床位 冬天就要想办法让他铺得非常的温暖 夏天就要非常的清凉 这是讲说事实不同 那么为人儿女是体恤 家人他的清安 所以按照事实的不同 他的法就不同 昏定而成省 定是安 那么在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我们就帮他整理床席 然后让我们的双亲 可以很安定的睡觉 那早上一大早就要来问双亲说 昨天睡得好吗 身体平安吗 叫做昏定而成省 再丑亦不争 这个丑就是很多人叫做丑 亦是同类之名 叫做亦 那么丑亦不争 就在同类之间不争 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 就是一般的人贵荐很多的时候 那他心存这个畏惧 他是不会争的 我有什么样的人会争呢 同比 同财 就更喜欢争这个胜负 那一争的时候 气血一上来的时候 那就很多做出不可理喻的事情 会让他的双亲担忧 所以特别借慎一个孝子 再丑亦 千万不要争 特别直指 在众多的同类里面 最容易争胜 碰到这种情况 这个同财 他们相处之力 就在于一个不争 福为人职者 三世不及居马 说他做人儿子的 三世不及居马 什么叫三世 三世就是三命 什么叫三命 古代做官 你有才华 那么就会受人举荐 受人举荐 国君觉得你真的有才华 他要决定聘请你任用你 然后就有所谓三命 所谓三命就是官很大才有三命 一命受绝 就是他官位 第一个颁布下来 就是你当什么官 再命受衣服 第二个颁布下来 就是当这个官 应该穿的衣服 官位先到 先有一个撞 宣达官位先到 到了之后再来 就有派人来 依君命送衣服过来 再来三命就是送什么来 送车马 古代有乌沙帽的人 出巡不是车马 都很大 一个孝子 接受三世 就是这个一命受绝 二命受他的草服 三命受居马 三命接受 受绝也受了 衣服也受了 但是第三个 居马不受 叫做不及居马 这是在讲什么 这是在讲说 一个人他如果说 假如他的父亲 是诸侯还是清大夫 他都有居马 那为人职责又当官 又有居马 那他的居马 跟他的父亲 就相评比 那为人职责 会自信于一等 不把自己的光彩 弄得可以 跟他的父亲来相比 所以自信一等 所以他虽然 是一定要当官 虽然他的官位 也要瘦 虽然他的衣服 也要穿 但是居马 那个属于荣华的部分 他就辞退 所以叫做三世不及居马 就是故意要留一个东西 跟他的父亲 是逊一等的 所以不受这个居马 这讲说一个人孝子 他的内心里面 吃的穿的住的用的 都跟他的父亲一样 他会不安 我们现在的人 没这个思想 所以吃的穿的住的 都要比父亲 父母还要好 对不对 让他为你效劳 现在是父母 效养小孩子 不是小孩子 效养父母 世界上是倒过来 那么走到这个地步 世界乱也就应该了 那么这样的做法 这些长辈自受其害 这也就是理所当然的 那些古人看得比较远 他们的思虑 想得比较深 所以说小孩子 人家说再富不能富小孩子 古人是这个理念 我们现在的人说 再穷不能穷小孩 那就是活该 就不要怪谁 因为你的自律 是这么样的浅薄 就会变成 把他宠爱宠爱到 无法无天 而一点都不知道要感恩 你看古人 人家三世还不集居 这个祖上要为民办事 这是不能不办的 但是呢 那个不要一个东西 在朝堂上 站得跟他的父亲一样搞 他不这样干的 他就是官是一定要担 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但荣华的部分 就自己谦逊一等 这才是一个孝子的心思 故周旅乡党趁其孝也 那周旅乡党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古代 一个字不同 就代表实质的意义就不同 不过现在我们来讲 周旅乡党 反正就是那些小乡镇 对不对 古代五家叫做比 那五比叫做旅 也就是二十五家 那四旅为一族 也就是一百家 五旅为一党 也就是五百家 五党为一周 也就是一千两百五十家 那五周为一个乡 就是一万两千五百户 字不同 他所代表的东西就不同了 古代是字字都是非常的谨慎的 所以这个周旅乡党的人 都称这个人为孝子 为什么称他为孝子呢 因为他对他的父母的 这种敬爱的心思 表露无疑的意思 兄弟亲戚称其池也 那么亲子族内 气是指他的族外 就是异性的意思 称其池 池就是仁爱的意思 用这样的敬爱的态度 那么对他的亲族 人家就称他为池 聊友称其池也 我们用敬爱的 亲爱的态度 对我们的聊友 聊友就是 官做一样大的 叫同僚 聊友就称这个人说 是敬长的 只有称其人也 只有就是自趣相投的 叫自由 那么同师 知友 同学 都就是只有 就称他是有 忍耐之心的 交友称其信也 所以一般的泛泛之交 都知道这个人是有信用的 其实刚刚讲的名称这么多不同 其实都是因为有敬有爱的关系 见父之志 不畏之近 不敢进 不畏之退 不敢退 不问 不敢对 此孝子之行也 见父之志 这个词就是跟父亲 非常好的 同志的 叫做父亲之志 看到父亲相同年龄的 而且父亲是非常敬重的 喜欢的 这样的人 可以给父亲 志同道合 那么或者是我们去见他 或者是路中相逢 就是见父之志 不畏之近 不敢进 他不叫我说往前 我不敢往前 不敢叫我进去 我不敢进去 没有叫我退 我不敢退 在那里很久 他都没有说要退 你就可以请问他 我是否可以退 当然会讲话 这就是理数上 自己要去全辩的地方 这意思就是说 把他当成父亲一样 父亲一辈子也没有多少个 真正好的朋友 各位对不对 泛泛之交是很容易 这边讲父之志 那就没几个人 那因为敬重父亲 所以就更加的敬重了 父亲的最要好的 这些朋友 所以以慎重的态度来 对待他 所以不问也不敢答 这是非常敬他 不敢怠慢的意思 这是孝子之行 不只是敬他的父 他的父亲的好朋友 他也都非常的敬重 这才叫做孝 福为人职者 出必告 反必面 做一个人职 他的礼是什么 各位这个叫做礼记 那么取礼 特别是讲说 人在社会上 在家庭里面 在官场上 那么他的动容周旋的一些礼 叫取礼 对不对 我说为人职者 在家庭里面 做一个人职 什么礼 出必告 反必面 各位这个要学 如果你父母还在 出去到哪里 你一定要先跟你的父母讲 然后回来 父母还不知道 一定要先去安他的心 回来 说妈妈我回来了 爸爸我回来了 我今天什么事 什么事 跟他稍微聊一下 就叫做出必告 反必面 就是让你的双亲 心里 非常的放心的意思 所有必有常 所惜必有业 说这个游 就是去哪里游玩 遇热 必有常 什么叫做必有常 这不逆于常理 就是 所去玩的 是很正当的 叫做必有常 不要玩的 这个不堪怒目的 不堪怒耳的 伤害自己的精气神的 这就是所有必有常 所惜必有业 业就是创立一个什么事业 一个什么基业 或学习一个什么样的学业 都叫做业 就是有震荡的 有益的 技艺 或震荡有益的 这个职业 叫做所惜必有业 不要说 人家做什么 我在诈骗集团上班 这也算职业 这也算职业 好 就是说 所惜必有业 说得出来 对国家 对社会 都是有常原好处的 都是作为一个 见不得人的 叫所惜必有业 横延不称老 就是说 不论怎么老 在父母面前 不敢提老这个字 这个老这个字 像我们刚刚前面讲 说这个 一个七十岁以后的人 还当了大夫 他到哪里 说老夫 老夫 对不对 在他父母面前 敢不敢称老夫 他就不能称老夫 为什么 因为你说你老 那你的父母 马上想到他多老 这个就快死 对不对 所以在父母面前 永远像个小孩 就是不说老 在这个孟子里面 有提到说 顺五十而木 那个木就是 小孩子一直黏着他父母 有没有 这个父母只要不在 他就一直要找父母 养木的木 那顺的孝顺 就是在五十岁了 还黏着他父母 都不动静 要找他父母 说要干什么 要干什么 没看到他父母 会很不安一样 这个真正看过大笑的 就是这个顺 这个人 怎么笑 五十而木 五十岁 像个小孩 你有没有发现 你现在五十岁 你骂父母 骂得跟小孩差不多 有没有 那就跟畜生 也没两样 古人的学 他当一个子女 他的礼 是什么 横眼不称老 不敢说他老 永远都是像个小孩 年长以辈 则富士之 十年以长 则凶士之 五年以长 则奸随之 那一个人 他的年纪 这个年长以辈 比你大一辈 那么我们就用 负道来侍奉他 这什么叫 用负道来侍奉他 看后面才会了解 那么比你大十年 就用凶道来侍奉他 比你大五年的 那么就奸随之 奸随什么意思 奸随就是两个人 并行的时候 那么你跟他 几乎在平行 但是退一点点 才叫做随之 就是看起来像并行 但实际上 是退了一点点 好 那这总共有三句 对不对 我们从五年以长 则奸随之 比你大五岁 其实就是像个 这个同纪 同侪 那但是他又比你年长 一点点 说凶又不像凶 但是又比你年长 所以我就插退一点点 只是讲说 走路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可以列推 十年以长则凶士之 那是说什么呢 凶士之 就是正退一步 正退一步 像燕子一样 那叫燕行 是这样的方式 那么再推第一句说 连长一倍 比你大一倍 你二十岁 比你大一倍几岁 四十岁 这边所谓的 比你大一倍 或者是比你大十岁 指的都是你二十岁以上 你已经是成年人 那你以成年人 在外面跟人家交接 应对进退 比你大一倍 指的是四十岁 而不是说你今年七岁 比你大一倍四十岁 不是这个 是指的是你以二十岁为本 二十岁比你大一倍 四十岁 已经差一个世代了 所以你就以父道 来侍奉他 那父道来侍奉他 不是端汤端水 跟这个是无关的 指的是说 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 那么我们是水行 父亲走在前面 我们跟水在他后面 跟兄长就像燕子一样 我们走在他侧边一点点 退后一步 那这五岁的话 几乎平行 但是差退一点点 就是讲说一个人 只要是你比别人连级 稍微小一点点 我们不论什么特别的才华 我们现在也不是在论说 官位差多少 职务差多少 当然有官位有职务 就要以官位职务为准了 现在就讲 相礼之间平民百姓 他的礼是什么呢 就是以这样的礼 那这个礼一定定之后 有什么好处呢 那就是竞长的心 处处都可以竞长了 不是吗 那你就可以去拿捏 竞长要怎么样的表现方式 竞长是不是竞到说 他什么对的 也听错的也听 没有 就是竞长表现在说 走路的时候是这样 做的时候有什么习次 应该怎么做 我就待会后面还会讲到 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有敬人的心 对国家社会的安定 对自己的心情的愉悦 长幼有序 那都是易如反长的事情 这个读古书 各位要把它 想象在日常生活中 是怎么用 譬如我们刚刚这边讲说 五年以长则兼随之 或者说十年以长则兇事之 那可见的古人的大家庭 不是生很多小孩吗 对不对 那小孩不是年龄不一样吗 那你比他差一岁 你还是一样 他是你哥哥 对不对 那就要用凶道来侍奉 凶道是怎么侍奉呢 就是宴情 所以古代的小孩子 大家庭 那大哥真的是很威风的 讲很威风 他走出去的时候 他二弟就插退一步 对不对 三弟再插退一步 对不对 真的是验行 各位你说 他好威风 各位这不是威风 那是责任 那个小弟一站在后面 他就知道前面有人保护他 有人可以学习 可是大哥一站在前面 他就在想 父亲就是要教哥哥 各位这父亲的父这个字 怎么写 两把橘尺 90度的尺叫做橘尺 这个父亲 就要把他的道 告诉这个兄长 说你就是要怎么样 做你弟弟的表率 你要怎么保护他 你的责任是什么 哥哥走在前面 验行 那可不是开玩笑 他是除了说 弟弟会听他的话以外 他就要想 他示范什么给弟弟 对不对 这个是兄友弟公的道 自自然就会了 那他们家里就是 一个练习的场 所以像我们小树苗也是一样 就可以把这个 然后同学来参加 不是也有年纪上 也会有点差异 对不对 就让他们去练习 什么叫做负士之 什么叫做凶士之 什么叫做尖随之 他一练习 他就知道他自己的分位 然后做人兄长 我们就要给他分析 你的责任义务是什么 你如何爱护你的地小 对不对 你做人家的弟弟的 那你现在怎么样学习 不要把这句读过 一点意义都没有 就是你要去想那个场景 在家庭里 在社会上怎么落实 那么他就能够让 我们的整个社会 非常有条例 群居五人 则长者必义习 只要有五个人在一起 那通常习就是四个座位 各位你看我们去坐个计程车 也是四个座位 对不对 你看打麻将是不是四个座位 去咖啡厅也是四个座位 都是以四 就是这样一个满旗 那如果五个人就要推出一个异旗 那是那个年纪最大的 就要另外坐在席端 那四个人敬他一个 这个就是古人的礼 那挡幼的次序不就出来了吗 然后有什么需要这个讨论的 大家讨论 但是要怎么决策呢 我们就问这长者说 这样做对吗 那个长者呢 他年纪比较大 他的经验比较多 当然这样大家彼此尊重推让 相信呢 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那这边所谓的议席 当然是坐在席端叫议席 但是古人几个人在一起 就要推出一个最值得敬重的人 我们以黑道来说 几个人在一起就要推老大 那你推他出来 你就要他有点不一样 那你看古人多聪明 古人所谓的议席 那就是那个席不一样 席怎么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款式不一样 再来有两重席有三重席 比如说诸侯所做的席是三重的 这三片叠起来了 到清代夫就是这个两片的 式就是一片的 那我们素人就是说款式又不一样 一片的 那我现在五个人 那就要推出一个议席 那那个席就是两片 这样是不是不同 一看就知道不同 那我们谁听谁的 那一下就知道了 古代就是这样的一个理智 有点好 跟别人做应该已经 energies of its own